修二我 十五分鐘左右 一見 那不知道 有年有一些要發案一下 好 没题目再看点 您好 就是我还蛮好奇就是说 英国的工会总会竟然能够就是在什么 这对于台湾来讲好像刚好是相反 所以我有点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CBI它会做这样的事实呢 它是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历程 那他们会 因为我相信绝对武器会当良心的防线 也许是因为会有一些过程 甚至可以造作 另外一个就是说 针对英国现在的浩米产业 英国这么多的产品 哪些距禁的盛顺 就是降低这些浩米产业的盛顺 也许是经历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 only advises government Some people wanted it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be obliged to take that on but it was decided that it would just be an advisory body I think because there's a few reasons why the government takes it so seriously First of all, the government sets it up, in effect, through the Climate Change Act so it's a non-government, it's an independent and statutory body so that gives it a certain status and it is also a very expert body that aren't just thinking about their own field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what is realistic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would come under huge political pressure if it ignored it It set up this body, this body is staffed by experts that factor in views and interests of the most relevant sectors For th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completely ignore that would be politically very difficult But you are right, theoretically the government has not obliged them to follow that proces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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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领域所长 就是实际上刚我们的关键公里您刚刚提到 很多转型的过程都需要考量的不同的面向 但是回过头来讲 在去年从SR15发表之后 那是当代我们去的标准的这个场面 还在控制的其他掌心都在台后领域 所以回过头来讲 在领域来讲 因为长期您从事这个政治制度的工作 那你们有没有在内部的这个评估过 如果以台湾目前的NDC 因为原来设定是2005当多期成立 但是若以目前的NDC的角度来看 那台湾什么时候以原来的陆境 可能可以达到这个COVID-19 但如果回应到2050这个新的PARGET 它可能一个陆境之线 就是如果今天以国家设定2050的作成员 等于国家制度的角度 那你们所可能提出来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之前进化也谢谢 每个月要来 谢谢您的国家 可以答案 好 谢谢 请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关AIoG跟NITA或是智慧城市的 这个对于这个中高族群和对相关的弱势族群 我想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谈 AIoS训练的课论 其实我刚刚的意思 就是在谈AIoG 应该跟汉原的 我们在一起 来 其实这个TBI到底有一个 新的规划 我们利用数位 来进行到203020的转型 那这其中就会遇到 我刚刚的TOK 里面谈的一个弱势族群 在转型里面 公正转型的问题 第一个是电价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电价不处理的话 事实上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的报告处理才能提到 这个 我都一直说电价在那篇子上 那一旦电价群到的话 其实会不会 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怎么样在电价提到的 能够去保障这些弱势族群 目前 很规划是 对中间办公室的办公室 或是相关的相关人种 没有理由 我觉得台湾也要揭开这样的 很严重 那对中高连离 另外一个数位迫差 因为智慧城市 或是我们未来大量的 应用影像或资讯 在医疗 在交通 在各种消费的行为里面 这样的数位迫差 对中高族群是怎样的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来启动 那我相信 台湾是一个非常快速 我们也有社区大学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 社区的 所谓的文化相关的团体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 对于自己来评论 尽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在台湾的社会的结果里面 有一些东西 所以的确是也会变成 跟全球同样的 比如数位或参选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 参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的 博弈跟公民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 无子的博弈 这样的一个 一个机会 然后其实我觉得 在台湾的博弈 是以下飞来去 那你看到国外今天 我们可以来不议 这样的 就是以下 就进入了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on the Met Office So one of the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s roles is to is to speak to to a lot of stakeholders so the Met Office will be one of those and included on the committee are climate science experts so they will have a dialogue exactly what form that takes I'm not sure but they will be looking to factor in all the expertise all the science and evidence on climate and the next in the country will be in the course and part of that 这样的消息 那个谢谢您 问这个问题 那个 我想到前两天 我们看那个电视 就有一个记者 就问了一个问题 那郭伴的发言 我说把你的消息有语 其实我们公园的确 的确是 我这一步有做过 这一步有做过 可是您刚刚讲说 问题看起来很简单 205年 简单的计划 是怎么样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大概 我们两个东西来做分析 第一个我们从 从里面再进做分析 大概确定到 用业需求量的方法 那中间牵涉到 GDP的成长 人口的成长 反业结构 通发 我们又通过到 电动车的成长 可是事实上 我们能够做的是 其实基本上 那我们大夫人 是用万一的处理 尤其是 改革结构的部分 因为 那个不是我们的 万一的处理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里面 再来看的话 然后我们说 我们也补补了 GDP的 这可以有处理 你都有处理 那 所以我们到 2050年的话 要减上百分之的时间 以目前的 无非的人员结构来 应该是没办法 但是 必须要努力 比如说 我们在任人员的 努力 一定还要提高 或是 提高的要求 可是 这些东西 数字不方便 对不起 不方便 但这些数字不够 不靠 因为公司的假话 讲一些数字出来 总是有一些敏感 所以 我只能说 我们第一个内部 有什么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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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问题是 是 我说 是 是 我说 I should kill this lady, I'm sorry 在台中 影響市府的廉環專業的控制 包括法國署和民主保障 各社民地的傳統 我們雖然政府有廉環專業的相關的政策 但是我們還要表現 無盡政府的國民百多 他們都說只是政府的政策 但事實上的配合度 並且是領效 甚至包括廉環局復興 病人所負責 常常因為市府用經過時的治療 也就是說無政策的治療 最重要的是 影響專業引導教的角色 所以我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我們以後 像這個企業平衡的法文 那是說企業平衡的委員會立委員會上 要怎麼來發揮一個政策 政府各個不同的部門 我們在進行政策的感謝 我們以後會如何來擁抱 謝謝 我先 你剛剛有打針的戴晴 我會說什麼 這就是說為什麼 其實能力轉型在世界各國 其實都是堅穩不盡 所以如果看到很多國家 剛開始是修製電力法 讓我們便利使用 你知道就是說 國戰的或是比較寡散的 電力公司 讓我們對他的利益 但是我想他們有在做 所以我們在電力法修法 我想很多 很多電力修法 其實很快慢 那你給一些結構 一些基本上 是不是要跟排練 做一些八更多的提供 我想這個是社會的問題 我記得非常深刻 因為今天那個 也提到這個 可能學國的Public 我記得2011年 蠻包署在交通部的那個大陪 也請到幾位 德國的代表來看他們 當時 有一位同仁提了一個問題 他說為什麼德國能力轉型這麼快 兩個德國的博士 都是這樣給取消 它會不會取消 我想這就是我們邊談 除了剛剛問說 根本工業主題 那我回答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曲線就是說 所以我們建立 就是說政府在能源轉型 這個氣候跟能源的政策 絕對要取消化 因為事實上目前是擺在能源取消 擺在這個經濟部門位置上 可是它要審視的可能 不是只有能源在什麼地方 還有求能 還有各種市場經濟的問題 所以這個政策主流化 是我們更應該要做 第二個我還是呼籲 台灣在各種政策 都缺乏 所以我們非常的 我們也不是只有看到 UK的這個 Commit Change Act 成立的這個Commit Commit Change 這樣的一個重要性 而是我們很多的行政措施 如果有一個獨立的 專家的監督團體 他可以省 他的預算 甚至他可以監督 基於他的預算 對很多行政策 我們在處理很多事情 他面對的社會壓力 面對的工商商品 他很好的方式 這是我們 我認為這個 我來做這項目的 謝謝您的comment 我跟你講 那個 我剛剛在領導的時候 想過的一個 CREP多的 每一個單域的 二種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說講到數據問題 如果有什麼 我們聰明院或是聯絡 你弄得正確的數據的話 那 那種虛心的接受也比較緊 如果我們正常做的話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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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我們今天的座談 就到這幾位 謝謝各位 請各位給這幾位 做啟動的 參議者 很大效的